很多浪漫优雅的长裙超多款式总有一款是你的菜 细节请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虽然于文乐已经当爸爸快要一年时间了 但是他从来没有晒出过儿子的正面照 此前在儿子百日的那天 不小心晒出了桌子上儿子的照片 也很快就被他删掉了 娱乐圈也有很多像于文乐这样的 选择不公开孩子的正脸 还比如谢娜 有意思的是谢娜 似乎从来没有被偶遇过代双胞胎女儿 一起出门遛弯和逛街 于文乐可做不到 他已经多次被拍到一家三口逛商场的画面了 最近又被碰到了一次 这次小王子似乎又长大了许多 于文乐戴着棒球帽 抱娃动作十分娴熟 小家伙歪着圆丢丢的小脑袋 看着眼前的妈妈 好友爱 话说Cody的帽子是不是该换一顶了 感觉完全不够大呀 露出了宽广的额头 其实这也是有福气的象征 于初见小朋友五官 看起来都非常小巧 特别软糯可爱 这一家人被拍到这么多次 基本上都是由爸爸来抱娃 而不是妈妈 这也是有担当的体现 记得以前谢霆锋和张博之出门 大部分时候都是妈妈抱着小朋友的 对比就出来了 六叔双手紧紧地抱着儿子 爸爸力 Max Cody在爸爸怀里肯定非常有安全感了 于文乐穿着背带裤也太可爱了吧 突然觉得儿子的头型还是很像爸爸的 王唐云身上背着包提着购物袋 收获满满 母爱满满 这一家三口的状态 真的是很幸福了 之前 于文乐自己也晒出过 带着儿子外出时候拍的照片 看到路边有一个自己代言的广告牌 就把儿子放在了边上 和自己的宣传照合影 这画面也是相当有爱了 等儿子再长大一些以后 可能Cody就会兴奋地 指着照片喊爸爸了 Cody是在去年5月份出生的 现在已经10个月大 他带给这个家庭 太多的欢乐 让于文乐和王唐云的感情 也变得越来越好 其实于文乐和王唐云 结婚的那一刻 他也不太确定对方 是不是那个对的人 可能只是当时 王唐云已经怀孕了 所以不得不 突然宣布结婚 毕竟要负责任的嘛 后来在结婚 一周年的时候 六叔才说自己发现去 王唐云是最好的决定 可见一年的相处 让两人变得更加坚定 希望一家三口 继续幸福下去 也期待看到 Cody升级当哥哥的那一天哦